中国网络媒体看到蓬佩奥设讲言论 他亡古事实 武断攻击和许义磨黑 中国政府只将政策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新疆的维吾尔族 我强烈反对 全是一派胡言 看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甘国 平时呢 亲朋好友到家 咱们把这好吃的全摆到桌上 让他们尝 看一下我的国事 这是我和媳妇 2015年结婚的时候拍的结婚照 现在我们的大女儿五岁了 第二个孩子准备要出生 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情况 这是咱们维吾尔族的月薪 叫杜涛 平时呢 我在下班不要说我在这个练琴 这个是冬冬 他的声音非常的清脆 平时呢 也很喜欢这个音乐 平时下班如聊了 叫几个朋友过来 在房子热闹热闹 新疆现在各种群庄 相处和睦 谁都离不开谁 蓬佩奥 你的额头的攻击 赌赃不了中国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 你的谎言 抹杀不了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和事实 新疆的事情搞得好不好 由新疆各族人民说着算 好看